母亲节前夕 云林县长张丽善以及地方民意代表 一起到胡伟镇内三位107岁 跟106岁的人瑞阿嬷家中 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 而看到阿嬷超过百岁了还那么健康 大家都很好奇 他们尝受的秘诀是什么 除了和阿嬷聊天 张丽善也带来了美丽的盆花 跟弱势团体做的健康食品礼盒 祝福阿嬷们都能够健康假霸礼 也希望每一年的母亲节 都能够再来和阿嬷说说笑笑 一起度过快乐的节日 看到高龄106岁的成贵阿嬷 和大家有说有笑 身旁还有子孙陪伴 真是让人羡慕 在阿嬷身上 感受不到以前的辛酸艰难 阿嬷你平常时都吃什么 欧北吃 欧北吃 你都没担心吃就对了 咱们都没担心吃 我们母亲生31岁就没了 所以我们母亲 养我们三个兄弟 这是我进行过 下去混乱的 忽畏健康的百岁人瑞 不止这一位 来到新中里 已经107岁的廖蔡爱阿嬷 也是四五代子孙同堂 最大的健康秘诀就是项咪咪说好话 有欢喜吗 有 吃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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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两位 在鼎溪里 还有位106岁的林鹏论阿嬷 一样健康长寿 阿嬷的生活秘诀 让雨林县长张立相和在地的民意代表好佩服 他们也带着美丽的花和弱势团体做的礼盒 来祝福可爱的阿嬷们 我们展现我们的孝心 也更展现我们的爱心 所以今天特别来看看我们百岁人瑞 也特别跟他们道贺 也特别跟我们这些阿嬷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很高兴陪同我们的县长跟镇长 一起来看我们的阿嬷 能够活到百岁 我想都是非常的有福气 而且呢 儿女环绕又这么孝顺 从前困苦的生活习惯 让阿嬷到现在还保持简单就好的原则 子孙满堂的幸福画面 阿嬷的开心笑容 这就是最幸福的母亲节礼物 母亲节快乐 记者010云林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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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